来 他们多少回了 找路我不知道怎么找 哪次走的是一样的 哈哈哈哈 今天拍了 你别抠 拍了五年的视频了 带大家来我家里看世界杯 哎呦 卧槽 你怎么跟坐嘴一样 不是 我就拍旁边那个 我这个街坊的音频都不是很好 招了一颗便了 什么啦 今天就是一边看世界杯 一边举办我自己的世界杯 泡面世界杯 我这人是侧球啊 人称逆半仙 说几比几 他就几比几 你们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这场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 韩国对阵不到眼 你就看我准不准 来 三口 咱这B站对脸 哈喽 哈喽 进进进进 我这样子 哦 这儿 这哪儿是看猫嘞啊 这个 一百万 哎呦 这谁呢 这 哎呀 还看什么世界杯呀 哎呀 你给我立个杯吧 亲爱的胡老师 哎 你真是干老师这是吗 好 是 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 不演了 你玩笑不演了 你看 比赛还没开始呢 2比1 韩国赢了 啊 开始了 开始了 看了三分 井盖小分队董裁 井盖小分队董裁 哎 观众朋友们 你现在收看的是 逆天杯第一届 方便面大赛 和2022年世界杯 韩国对阵葡萄牙啊 这现在我们已经进了一个球了 按葡萄牙领先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 第一个参赛选手 玉姬心啊 身穿玉眼对服 闪亮增长 再介绍一下这个 日本队手末员啊 叫夜店 夜店烧面是吗 嗯 这个应该不是队员 这应该是足球宝贝啊 这什么东西 看着点头逼的啊 哦 这个啊 这特厉害 当时我找全中国 这是最后一包 是吗 这叫什么地狱辣 这比那个什么火鸡面的辣 要辣多 是吗 正常的辣椒是1500辣多 嗯 这是150万 150万 这什么味啊 这个是黑松露味 黑松露味 黑松露味的啊 也是韩国学手啊 今天晚上就是小组赛 第一场比赛 日本踢韩国 先吃哪个 你们想先吃哪个 我给他们点外卖了 你给他们点外卖了 哎 外卖 有人敲门 外卖了 我拿点 我不要 嗨 哈哈 哇 点这么多啊 没有我的吗 你不是吃泡面吗 我吃泡面 我吃是吃泡面 我吃泡面 哈哈哈哈 哇塞 哎呀 这个是什么呀 就是把你连银子往那边 哦 玉米片 哇塞 这个是什么呀 墨西哥炸鸡 啊喽 哦 求进了 哎呀 求进了 又进了 韩国最近了 这是真正价仙啊 意料之中 意料之中 我唯一没有意料的 就是你点外卖了 哈哈哈哈 我以为大家一块跟我吃这个 哦 哪条 薯条 哇 这个薯条 是吧 这个薯条不好吃 这个 嗯 对 特难 它这个有点 这个 这个 对 特梗 这这么一点 这么一点薯条 给这么带合 是啊 水开了 我这水 关注朋友们现在水开了啊 我先下韩国特别贵的 黑葱土泡面 我先下两段 因为我放水放多了 先把这块面翻上去 哦 开饭了 这甜油条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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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啊 哦 好吃 超好吃吗 你看不光有炸鸡 上面还有酱和最绿的牛肉骨 纯瘦的 看啊 各位观众 咱们这个 好吃啊 好 比他也强 看看啊 这个 沸腾的那个水里煮 煮那面条 看看这都有食欲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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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煮多了 你们要不要吃啊 尝尝 我们不会 酷了吧 这是你的选手吗 干拌面是吧 这个 啊 干拌面就放那调料啊 卧槽 黑的 真不愧是黑松果啊 尝尝哈 闻着有点像这个 有点微苦的炸酱面 你想啥一个吗 你想啥一个吗 算了算了 我自己吃吧 这好东西不是谁都能吃啥子 你看 只有咱们能吃啊 韩国选手 黑松果拌面 尝尝 卧槽 甜的 其实它这个回甘还挺香的 我觉得这个韩国选手啊 更难吃 按着它这个口味吧 非常心灵 能让那个方便面的高级一点 这毕竟是黑松果拌面啊 所以我呢用那个科学打门法呢 打了一个3.25个 吃好了 有请下一位日本选手 夜店味啊 明星牌夜店味 看看这里边有三个料包 酱汁料包 浓汤料包 粉 倒点热水 我能尝一小口吗 就这么一小口啊 这汁挺香的 红烧牛肉味的 好吃 是吧 你闻我了 我想闻一下你 闻一下 再闻一下 夜店味儿爆面 这真不错 是吧 嗯 这正有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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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感觉是赛百味味儿 哈哈哈哈 我觉得南方人应该吃这个夜店口味儿 就稍微带着甜和稍微带着芥末味儿 这个应该不错 南方人应该吃 你打多少 这个打3.7吧 这么高呢 嗯 那你得尝尝这第三个 嗯 尝尝尝尝 哪个 就是20年前 啊 诚哥你踢秃秃那回吧 嗯 这里面的辣椒叫卡罗莱纳死神 死神 放开 金丝尝尝尝尝 然后这还拿过金丝世界纪录 说是世界上最辣的辣椒 最辣的辣椒做他方便面水 今天这个重头戏 地狱火 我机球辣 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熟了 哇 看看 我这面挺黄的 哎 这个韩国鲜少啊 世界上最辣的辣椒之一的韩国鲜少 这也不辣嘛 看着一点不红 你没搁那个吧 没搁那酱包吧 忘了忘了忘了 你这放还不全放 你放全放吗 你都标准太好了 哇 怎么了 哇操我看鼻子有点疼 你闻啊 是啊 是吧 成哥你不是喜欢吃辣吗 你要不尝一下吧 不喜欢 不是那碗吹牛鼻子不是说无辣无关什么这大呢 没有没有没有 什么钢铁片子 哈哈啦 啊哈哈 我一撒咋我儿 来 我跳上 眼一闭 脚一蹬 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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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吃这个啊 他到时候还给一个解辣的 你吃这个 你烫吧糖 你别咽 别咽 解辣的 烫 别咽 还辣吗 好点吗 好点 再来一个 不来一下 就是他这个面条 你这碰到我舌头的时候啊 就感觉一个刺猬 扎我舌头啊 就是一堆汁 一堆汁扎我那如猫 我扎我舌头 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尝尝这么辣啊 我尝一个 没事吧 没事 甜的 不可能 你给打风吧 我打一个高的吧 然后让晓杨都买了都试试 我觉得啊 只能吃微辣或者中辣的啊 我觉得这应该就2.0了 行 吃差不多了吧 那就别测了 那个 行 别测 看我世界杯多好 测完了我也可以吃东西了 吃吗 都他没了 2.000年后 我太想念了 牛逼 是不是我说这个 是不是我说这个 2.1韩国影啊 完事了 完事了 2.1 这直播啊 这直播 最后吃薯条啊 那行啊 吃大波了啊 最后一个啊 行啊 这个 逆天杯泡面世界杯大赛啊 圆满结束了啊 韩国对葡萄牙也圆满结束了啊 正如我所说 2.1 没毛病 泡面杯大赛这个赢家就是那个日本的夜店泡面啊 啊 那为什么要办这个逆天杯泡面世界杯呢 因为他这个是以前存的物资啊 买了挺长时间的了 我预测呢 使不上了 顺便就跟这个世界杯联系一下名 一般联名的都火啊 如果你们以后还想看这种成品评测啊 留言跟我说 评论区也可以 行 今儿这么